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好消息会向你公布的 我又不方便透露太多 因为我都是 我都给大家的空间 允许我自己本身的低调态度 不是说我不会讲 总之我都说我这份人有好消息 我第一时间必定会和大家讲 另外同场的狗云慧就则表示 最近没有跟陈英美联络 不过如果她真的有宝宝的时候 会用自己最宝贵的时间陪她 送礼物自己就最怕 最近因为我工作比较忙 然后她工作也忙 所以真的没有联络 所以不知道她的情况 我想当她真的 送礼物这东西我最怕的 我想我会陪她了 我用我自己最宝贵的时间去陪她 然后希望她能够 就如果真的有宝宝的话 我可以陪伴她 眼看好友好事不断 自己这还单身的狗云慧 她却表示要先以事业为重 并且希望今后的另一半是个圈外人 找男朋友或是找老公 我觉得这还是蛮看缘分的 那暂时因为要工作 所以还是把事业摆第一楼 我觉得最好是圈外啦 因为圈外比较 就这行比较多 比较夸杂一点 那希望对方会是一个 比较简单一点的环境喔